各位鄭主持人 早晨 我們今天有奉主的名一同的相聚 在整個電當中 我們好好地來享受這段時間 雖然我們過去也有很多 這個星期很多的事務 很多的雜念 很多煩惱的事情 但是都容量這些事情可以暫時放下 或者交給主 然後用一個很安靜的心 很清潔的心 我們一同的來敬拜我們的神 詩人的心聲就是 他說萬鈞之耶和華 你的居所何等可愛 我羨慕學賞耶和華的殿雨 我的心 我的肉體向永生神歡呼 詩人他很渴望進入神的殿 因為他很歡喜來到親近神 他的心是對著神 也都用一種的歡欣的心 來去敬拜我們的神 讓今天詩人的心聲都提醒我們 我們一同的來到他的寶座面前 我們一同的來敬拜他 好 讓我們一同的站立 我們一起唱這首慈城愛索 是一首很美麗的詩歌 讓我們一同的來敬拜我們的心 來敬拜我們的神 來敬拜我們的神 我們一起唱這首慈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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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cimam di snip 不知不未跟您 要來敬拜 這樣的歌 其實是時候 就是他 也不懂 他又說 他也不懂 他都沒有 跟他說 就是話 得了 非得一加圣 eum & mm 我就是被待修向阿花 无论违亦没有错事 跟他也没有售振诵 优优独播剧场——YK Zither Harp 好,我们一起唱 好,我们一起跪下 好,我们一起唱 主在圣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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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就會去圣殿中 上圣殿中 主耶穌甘心地为我们的罪付代价 将祂的生命来牺牲 来换取我们生命的自由 生命的力量 更加我们可以恩着信靠主耶稣基督 我们能够成为你家里面的人 多谢你给我们这份福分 给我们能够好好地 来到在你家的当中 我们全然的来到去投入 而都让我们的心能够渴慕你 能够爱你 以致我们人生能够拥有你 来到成为我们一生的带领 和一生的主宰的时候 住在我们是何等的幼福 多谢你给我们一同的聚集 祝福我们整个的聚会 祝福我们这里每一位的人 叫我们的心灵能够被你来到洁净 被你来到充满 更加让你自己的话语 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慰养 多谢你听我们的祷告 奉救主耶稣基督的生命求 阿们 我们一同的来到公读 主统文 我同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明慰性 愿你的可可难 愿你的志愿行在地上 愿同行在天上 我们一同的饮食 今日此刻我们 愿我们的债 愿我们的了容的债 都要我们遇见试探 救我们决定空落 因为国务权定轮延全市利益 直到轮延下 阿们 各位请坐 各位顶姊妹 各位朋友 主内平安 最近因为疫情 是变得开始严峻 所以教会为了顶姊妹的安全 我们暂时停止 回教会实体的聚会 所以今天我们在网上 一同的来到敬拜神 希望我们这个疫情 能够舒缓 我们可以回教会聚会 若果这个情况 需要持续的时候 请大家仍然是很忠心的 来到在网上 一同来到敬拜神 大家可以比较经常 来到教会的网址 cebc.net 来到去看看教会最新的消息 过去我们在讲道上 我们也是有一个大主题 有一个系列 就是讲到关于更美的生活 当然当我们讲到更美的生活的时候 我们是意味着 一种的生活 或者心境 一种的气氛 大家真的可以享受到一份的和谐 欢笑 恩爱 心境很平静 大家彼此能够关怀 彼此的支持 这种的生活是一种的享受 但是亦都不少人的生活 而不少人的生活 是充满很多的冲突 人的意見不同 做事方式不同 個性不同 其實背後也可能 大家都在爭取誰對誰錯的問題 有時也是權力鬥爭的問題 誰說是虧 有時也是因為 人的血氣是覺得不信氣 或者說得很不強 背後真的常常都有一種心態 就是誰輸誰贏的問題 當然沒有人願意輸 因為面子問題 但是這些就是我們所常常 面對的一些不太美麗的生活 如果真的有辦法 是令到雙方都能夠贏的 所謂雙贏 win-win situation 的時候 那就最好了 皆大歡喜 他又滿意 我又高興 但是如果真的無法相贏的時候 聖經教導我們 所謂一種輸的哲學 並且聖經有教基督徒 能怎樣輸得 心服口服 輸得大大方方 輸得有價值 有意義 甚至輸到一個地步 最後會變成贏家 真的能夠做得到嗎 其實我們的主耶穌 不單止祂在推送這種書的哲學 祂自己也在實踐著 如何輸去祂的自我 這一種最高的境界 祂不斷地輸輸輸 將自己輸給祂所愛的世人 在《菲勒比書》第二章 第六到第九節 就是一個來描述耶穌 如何實踐這個書的哲學 他說 他本有神的形象 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的 反倒虛己取了老僕的形象 成為人的樣色 既有人的樣子 就自己卑微 全心信服 以至於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神將他升為至高 由此給他雅超乎萬名之上的名 當耶穌基督被猶大出賣 後來就被捕 甚至受審 就帶到這個刑場 各個他山上接受這個好刑 就是釘十字架 其實耶穌本身是一個神的兒子 他是神來的 他有能力 他有權兵 他可以猜見十二刑的天使 來拯救他 脫離這種好刑和死亡 但是他選擇 將自己的生命 輸在十字架上面 當耶穌已經工作到非常疲累 他真的可以堅持 他要休息 甚至花時間去享受一頓美食的時候 真的不會過分 但是他選擇輸去這些合理的享受 花時間和精神去醫治 那些人來到他的面前 要求醫求助的病人 以及一些困苦的人 這些群眾 他們的要求 耶穌一天來幫助和滿足他們 其實耶穌的道理 有時候都會被人誤會 覺得是不合理 或者是反人性 耶穌曾經在馬達夫 第五章39節 他教導我們什麼呢? 他說 如果我們被人打右臉 連左臉也都甘心 輸去被人打 所以右臉 你可以想像 如果對方 一般來說是用右手 如果他真的要打你的時候 他真的 最正常或者最普遍的方向 就是他會打你的左邊 即是他會這樣拍你的 但是如果他打你的左臉 即是他用反手 來打你的右邊的時候 其實是一種侮辱 其實耶穌教導 連左臉也被他打 好像是一種弱者的表現 即是不敢還手 其實耶穌教導 不是真的這樣的 耶穌教導 其實他是要我們去學習 不要以眼還眼 以牙還牙 不要跟那些作惡的人 一樣來作惡 寧願好像輸到不敢還手 這樣的情況 耶穌教導我們 不要被動式 或者很衝動式 來做一些不應該做的事 也不要被人牽著鼻子走 不要被人一些行動 或者言語 要有態度去挑動我們的情緒 甚至煽動我們的思想 去行惡 去做一些惡人的事情 其實耶穌真正說 你和我擁有更高尚 更美麗 而且更有智慧的選擇 我們是可以這樣 一種更美的回應 來面對我們四周圍所發生的事情 其實真的 我們從來沒有見過一個教師 像耶穌那樣 有一種很銳利的眼光 甚至有一種先知先覺的智慧 來指出一個有智慧的輸 是能夠解決人類的問題 是一個最有效的途徑 例如 能夠輸去人的自我自私的罪性 能夠輸去人的血氣 卑劣和邪情私慾的生命 能夠得著高貴的熟靈的 美麗優質的生命 這種生命帶來的生活 是何等平安 何等喜樂 何等聖結 是一種非常美麗的一種生活 生命 德蘭修女 是一個很出名的聖人 雖然她是天主教的修女 但她真的是一位愛耶穌的一個姊妹 她是將她的幸福和青春 都輸予給印度加以各答 一些無家可歸 無人照顧的病患孤兒 她常常去到探望她們 為她們吃飯 甚至清洗她們的傷口 你知道 有些傷口霉爛到她的地步 我們都不敢去接觸 但她願意去服侍她們 幫助她們 也都為她們祈禱 最後她能夠得到 諾佩爾的和平獎 有一位英國的宣教師 叫做大德生牧師 Hudson Taylor 她一生把她的生命 給過中國 她曾經說過 如果我有一千條的生命 我都會全部為中國去活出 甚至她說 如果我有一千英鎊 我都會為中國人去付出 去幫助中國人 她就是這樣成為一個 在中國傳道的一位宣教師 真的將她的生命傳言 為中國人犧牲 傳福音 以至有千萬的靈魂 歸入耶穌基督的角度 就是因為這位大德生牧師 她的生命付出 在美國南北戰爭之後 有一個人叫做布克華盛頓 布克華盛頓 她其實是阿拉巴馬州 塔斯開期的一個大學校長 有一次她經過一家人的門口 突然間這家人 這個家庭有一個女主人 在門口撼柴 她看到有一個男士 她就好像毫不思考 就叫這個男人 就是這個大學校長 幫她撼柴 當時這個校長 她沒有因為自己是一個校長的身份 而去拒絕 或者讓對方知道 我是一個這麼有身份地位的人 你叫我斬柴 但她沒有 她只是默默地 脫了一件衣服 就開始來斬柴 甚至斬柴之後 她也沒有馬上走 她幫忙把那些斬好的柴 搬進屋裡的廚房 當時她搬柴 進去廚房 廚房裡有一個女工 認得出這位仁兄 就是大學校長 這位女工 之後就跟那個女主人 就是屋主說 這個是一個大學校長 然後那個女屋主 才發現到 原來她是一個這麼有身份地位的人 真是 都是願意來做一些 好像很卑微的工作 第二天她就真的 去大學那裡 來道歉 即是說她不知道她的身份 而要她幫忙斬柴 更加向她來致謝 並且日後 這位女主人 原來是一個婦婆 她四處努力去遊說 她那些有錢的親戚朋友 來大學捐款 其實一個這麼有身份的人 她其實可以不需要來做這些 在人流體這麼卑微的事情 但她願意付出 或者放下她一些 尊貴的身份地位 來做一些造福人群的工作 在耶穌基督 她真的能夠實踐到 這個所謂書的哲學的時候 真是她甘願 輸去天上面的榮耀 而降生在卑微的馬曹裡面 她輸掉她本來是神聖無限的一個身份 她很有自由 她很有榮耀的 但她卻是甘願來穿上 有限的人形肉體 她變成一個人 自我限制的 人世間來做人 而且是經歷人世間一切的疾苦 她又輸去自己身為神的兒子 那種尊名 甘願死在充滿羞辱和痛苦的十字架上 因為耶穌真是甘願的輸 而且是輸得起 所以她是贏得歷世歷代 很多的聖徒的愛戴重贊和感恩 在很多年 我想也有二十多年前 我和師母 當時半夜 凌晨兩點鐘 我們收到一個電話 有一對教會的夫婦 大家不知為何 就吵架 甚至不只是出口 也只是出手 那位太太打電話來 希望我們過去 平息她們之間的糾紛 當然我們去到 也將雙方拉開 大家稍為有些距離 平靜一下 師母就跟那個女的 跟那個太太聊天 就疏導一下她的情緒 聽一下她的心聲 我也是跟那個男的 聊天 我們曾經都遇見一件這樣的事 不過呢 我最近也聽到一位牧師 她也有類似的經歷見證 不過她的做法 我覺得真的比我更加聰明 以及更加有效 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牧師真的接到這個電話 原來那個太太 被丈夫用武力來虐待 妻子就打電話來給牧師 希望請牧師帶她去看醫生 驗傷 希望能夠藉著驗傷 來作出她的準備 來申請離婚的證據 當時牧師和師母 他們都去到這個家庭 好像我和師妹一樣 師母就拉開太太一邊 盡量安撫她的情緒 聽她傾訴她的困難 她的感受等等 而這個過程 當時牧師師母 希望能夠幫助到這一對夫婦 能夠平靜她們的情緒 牧師和師母 他們兩個人 就故作輕鬆地 在這裡清理客廳那些很凌亂的物件 以及把洗碗盤裡面 那些未能洗的碗碟 清洗 用一種這樣的方式來平靜她們 後來牧師也有機會 把那個先生的丈夫 帶到外面的車內 然後在車內跟那個丈夫 聊天 聽聽這個丈夫 在她那邊有什麼心聲 藉此來緩和丈夫那種怒氣 等她的心情比較平靜之後 其實牧師的心裡 就不斷地向神默默地討告 然後祈求神教她們 如何跟這位丈夫有美好的傾談 然後當她默默默不肚之後 牧師就對丈夫說 她說 你是一個受過高深教育的人 你的口才 你的知識 都比太太好 但每一次爭吵 要吵架 你總是要爭吵到贏為止 如果不贏 你也不會罷休 就算被你爭吵 你很有道理 你的道理也是很正確的 但是呢 你有沒有想過 可能呢 你的表達方式 或者你的語氣 是有些問題 有些不對 其實呢 說真的一句 這是一個家庭 不是法庭 不需要用吵架 來證明誰對誰錯 其實呢 這樣大家都會很傷的 如果真的呢 你贏了 你又爭吵了 但是呢 你卻是輸去了 太太的芳心 還有呢 你又輸去了 你們之間的感情 和關係的時候 那又何苦呢 真是我想問你一句 究竟你是贏了 還是輸了呢 當時牧師說不出這句話 她就看一看這個丈夫 看見這個丈夫呢 她的眼神呢 垂下 似乎好像 知道呢 她自己的盲點呢 已經被牧師來照亮了 即是她明白了 牧師所說的 那個重點 那個 她要知道的一個重點 她明白了 終於呢 牧師呢 就在這個情況裡面 她就鼓勵她 實踐一個書的哲學 她說 你不如呢 低威一點 不要緊要的 你向太太認錯 說聲對不起 你們的關係呢 會有機會來復原 真的 能夠活用這個書的哲學呢 以退為盡的藝術呢 是可以解決很多個問題的 是不容易 因為呢 人的面子呢 有時候都是很固執 不容易呢 來到去 認書 或者呢 去講一聲 道歉的說話 但是如果耶穌呢 已經是教導了我們 耶穌也都是以身作則 來做出了 他一個美好的榜樣的時候呢 是證明 他這樣教我們呢 其實 他同樣是賜給我們 他有力量 去實踐 他所教導的功課 所以呢 我希望呢 我們都 可以 看得透一點 有時候呢 人生很多的事呢 如果 暫時呢 所謂 吃虧啊 或者呢 要付出一些東西 而能夠呢 擁有一個美好的生活 美好的關係的時候呢 我相信呢 我們都值得去 去學習 以及實踐 耶穌給我們的教導的 但願呢 我們今年 我們的 生活 無論疫情是怎樣 至少呢 我們都知道 怎樣 在我們的心靈上面 在我們熟靈的生命當中呢 我們能夠不斷地去學習 操練 也都呢 在當中呢 去突破我們 過去呢 或者 不能夠成功的事情 讓我們能夠 成為一個更加美的一個日 然後我們能夠享受更美的生活 願神致呼大家 好 讓我們一同的站立 我們一齊來公讀 《使徒信經》 我信神 全能的福 創造天地的主 我信聖耶穌基督 神徒生智 由同真類馬的家 受聖明金人的心 在本基督的家 多數和八數馬 比天十家 受死、埋葬 各套人家 第三天從死裡復活 聖天 坐在全盟福生的優異 將亦在南 三本門人四人 我信聖明 我信聖耶穌之教會 我信聖苦生功 我信聖一世年 我信神祂福活 我信名神 好 各位請坐 好,各位請坐 夢聖基督 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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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愛的心 誰也在見他 朝著一生永共下 他被善上可賜 每一須無知人 誰卻可以 每一百分 榮美人知 總得他創造敗難 還眾歡呼 齊來高聲唱 內心貼上罪真 榮美人知 總得心得送罪人 還眾歡呼 全讓他的愛 在高聲我上全妙話 地遠いて做傭人知 甚麼游泳 時愛救主 全美尊怪 惟難 一起再前下 下照亮我的手 血泪随廉夫冠 无尽内意救主人 神爱的手 谁也在惊叹 照着一生永共享 下未善尚可惨 每日尋路之人 随着爱意永不分 未未恩主 众生他重重大难 万众欢呼齐来功声唱 对心怯着罪责 并未恩主 用爱心交赎罪人 众众欢呼全阳 他的爱在高声歌唱 全妙下 好 我们一切联合唱赞美事 天赞美事 天赞美小子 但主耶稣也会因为父上帝的前爱 圣灵的感动实实与我们众人同在 从今直到永运圆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